未來西亞政府會政府主席的機構 根據教育評定或創作二度會議 但會經過一六個政策的討論後 直到通過了自治九行關於話 包括強調各網留學校的地位評定 兼指學校去試驗後續航的本會 中價及掩飾效果等 來自大北各地自治北的團體 及七十名二會推表認為 未來西亞政府應該設立 教育評定會議會 確保教育評定會議會議會 會議會成功應該包括強調政策的項目 及格逐空、中價及其他公司推表 主席單位平衡燃料的運動 更會議會主席杜強煌匹士表示 接觸保護教育評定 必須穿量其他比進市的教育公司 確保自體證明更好 團格接觸所有藥私公司的狂野 語言歧視呢 一路以來是我們馬來西亞 交易政策的一環 很多馬來西亞人民 特別是華裔以及印度同胞 以及其他少數民族 對於這個語言的歧視呢 是感覺到非常不滿 那麼一致地通過各種的鬥爭的方式 爭取語言的平等 那麼但是呢 到今天還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 所以我們認為有必要有一個法令 這個法令是確定 政府不管是哪一個政黨之政 必須要公平地對待各源流的學校 更會說華智慧 華家運動不應該只行以華俠 應該陷阱只要解釋 因此支持的家屋平定化 二度會議議會掌握 以中東密合國1962的 黃隊家屋支持公約 會記錯 已出了自19行家屋市政王籍 會議議員能指責 極能當東華獨棟後將 郭強森認為 未來西亞對某個家屋不公平 民族包困的形象 優賴已故 因為整個社會是多元的 是多元化的 那麼它也跟整個 這個時代的這個氣息 可以說是逆時代潮流而動 因為整個時代是走向多元開放的 那麼今天已經到了這個時候 有需要把這一類 對母語教育 不公平的法令加以撤除 直到來,江委會外長指責 以撤除說 提交給北來西亞家屋部 動作登記正在羅勢家屋評定相關國話 到現在為時代有通新聞 是岸邊赫自北來西亞基隆報的報導